现代人因为工作比较繁重紧张 加上压力经常导致免疫力下降 身体出现了各种病痛 美国国际菩提法门协会纽约禅堂 将会在17号在皇后学院举办3000人的大型法会 希望能够借由禅修静坐 能够来能量调理还有祈福等等方式 来帮助华人克服现代病痛的烦恼 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大型活动 能够给纽约的大众带来身心的健康 让大众能感受禅修带给我们身心的利益 以及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 能够掀起大众对身心健康的关注 主办单位表示 金福地上师是来自青藏高原 自从91年开始 就用现代理念传播古老的东方禅修 积极推广人和自然界 和谐相处的健康养生之道 二十多年来 学院遍布全球二十几个国家 大纽约地区受益者已经超过上万人 法会是完全免费的 从早上十点半到下午一点钟 现场是以中文主讲 并且有广东话和英文的同步翻译 也欢迎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到场来参加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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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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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